花莲限定古籍检察长宿舍整修完成后 在食材剧资源产业研究发展中心辅导之下 成功委外经营 摇身变成一处兼具历史人文的文青咖啡馆 在3月10号正式开幕了 未来会透过举办展览特色市集 还有导览走读等活动 要吸引更多人来认识在地的文化历史 花莲限定古籍检察长宿舍 经过文化局赤字千万元整修完成 保留了珍贵的历史建筑文化 而为了让馆社活化多利用 也采取委外经营方式来管养 在食材及资源产业研究发展中心辅导之下 成功地辅导青年创业 承接检察长宿舍的经营计划 把历史建筑变身成为文青咖啡馆 我们食事中心在经济部的指导之下 由我们中早企业处 创业创生议程中心来扶导今天这个个案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个案 来让我们花莲市许多文化的古迹 能够把它活化 那进而让我们在地的青年 能够透过这个计划 能够返乡回来创业 让我们青年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机会 那也让也能够深化我们花莲市整个观光的内涵 文青峰咖啡馆搭配历史建筑气氛相当怀旧 未来还想举办展览市集还有导览走毒 让历史建筑和周边社区相融合 吸引更多人来认识在地文化 它不只是一个喝咖啡的地方 它也是一个汇集人文 那他们会在借由你来这里喝咖啡的时候 让我们来了解这个日式建筑里面 它对每一个厅堂当初的一个用意是做什么 它把整修好之后 我们看到说原来在日据直代的时候 人进来之后 他们也有像国外一个living room 他们喝茶的地方 然后他们有一个家族用地的地方 什么是他们的便所 就是在厕所等等的地方 旧的地方把它活化出来 这里是可以提供一个 你休息喝咖啡的地方 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 它也会传承说本来 我们每一个section 一个既有一个event的什么时候 他们会办相关的一个市集 当大家习惯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比如说我们春天快到了 那我们纠结在这个区域附近的厂家 来大家一起在这个空间的场域里面 去做市集的活动 所以它就真正会觉得说 历史人文空间 检查长宿舍变身成为检查社 将有特色美食和限定茶点 以及街头艺人表演 未来还有地方畅生 教育及走读教学 要重现这一栋日式老建筑的风华 建律会欢迎市报道 在这一栋日式老建筑的风华 在这一栋日式老建筑的风华